甚至主播放眼望去大楼前聚集了大批消防人员 拉起水线穿上装备全副武装准备灭货 不过仔细一看这里竟然是瑞芳分局 警察局在十号晚间不明原因突然起火燃烧 直击警局内部全部都布满了浓烟 消防人员紧急装起巨大排风机持续排烟 在本分局地下室一楼接获自动火警警报广播 经同人察觉有黑烟自本分局侦察队地下室冒出 为下楼查看 所幸一发现火灾警局内就实时疏散 目前无人伤亡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还有的警方调查厘清 另外在板桥十一号凌晨四点多 新北市农会局九楼也突然经传火警 大楼内人员闻到烟味赶紧报警 警校部多条水线紧急灭火 人手面积约0.1平方公尺 初步了解疑似是因为电线走火才会念火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还有的警方调查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徐国豪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订阅我们下期订阅